绕见闻之幸远周辨, 反不动摇当之物边, 不动虚空, 并且动摇地水火风均名六大, 性真远勇皆入来藏, 本无生年, 要见闻之, 假设这个见闻之幸远周辨, 这个性远勇周辨法界的, 反不动摇, 他也不动摇的, 当之无边不动虚空, 你应该知道啊, 这无边无际的, 这个不动的虚空, 并且动摇, 和他这个动摇的地水火风, 这虚空和这个见, 地水火风空和这个见, 均名六大, 可以啊, 均同成为啊, 六大, 六种大性, 性真远勇, 他这种性啊, 是真实的, 是原用的, 皆入来藏, 这时啊, 都是如在来藏里的藏性所表现, 所表现本不生灭, 本无生灭的, 不生不灭的, 恶难, 如兴沉沦, 不如之见闻较之, 本如来藏, 如当观辞见闻较之, 唯生唯灭, 唯同唯异, 唯非生灭, 唯非同业, 说啊, 那这个地方, 又宰怪恶难了, 说恶难, 如性沉沦啊, 说恶难啊, 你这个人啊, 你的性性啊, 沉沦, 就是啊, 你不想往上走, 你啊, 静向下, 向下走, 啊, 所谓君子上达, 小人下达, 佛啊, 这个地方就是, 骂恶难, 说你啊, 你这个人生性啊, 太没有志气了, 啊, 也就是说你啊, 你最没有出息了, 中国人呢, 就有出息, 是啊, 有出息, 有出息啊, 就说这个人呢, 将来有发达, 前途啊, 很远大的, 你没有出息, 就是你这个人是个废物, 等于废物一样, 不堪造就了, 啊, 没有出息了, 那么佛啊, 就说如性沉沦呢, 这就等于你没有, 没有出息了, 你这个人他也没有志气了, 啊, 就好像那个欢喜睡觉的人呢, 啊, 一有了时间他就想睡觉去, 啊, 这就是啊, 呃, 也就是啊, 这个沉沦的表现, 不辱之, 见闻较之, 你啊, 不较悟, 你这个见闻较之, 这里边呢, 这个道理啊, 本辱来葬, 这是辱来葬性, 那么你既然, 没有明白, 现在啊, 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如当观慈啊, 你现在看看这个, 看看这个, 看看这个, 看看这个什么呢, 看看这个见, 和这个蚊, 和这个脚, 和这个知, 这种的, 性情, 微生, 微灭, 它是啊, 这几种的, 见经, 和文性, 这个角知性, 它是生, 是灭啊, 是同, 和不同呢, 微, 是不是生灭呢, 是不是啊, 同意呢, 这个, 这种的, 情情, 你仔细, 我再分辨一下, 如曾, 不知, 如来葬中, 性见久明, 久经明见, 清经本然, 周边法界, 你呀, 不知道, 在这个, 如来葬里边呢, 性聚之见呢, 也就是, 那个, 角悟的, 明的体, 这个, 角经明见, 角经啊, 你角悟到, 极点了, 也就是, 那个光明的, 那个见, 清经本然的, 这个本性, 是清经本然的, 周边法界的, 随众生心, 应所知谅, 若一见根, 见周法界, 清修, 常处, 角处, 角处, 妙得, 盈然, 遍周, 法界, 圆满, 事须, 宁有, 方所, 啊, 啊, 这个见性啊, 也是, 随众生心音所知量的, 若一见根, 好像啊, 就单单, 用了一个, 见经这个根, 啊, 啊, 见周, 法界, 这个见呢, 也周边法界的, 这个见经也周边法界的, 至于那个, 听, 可秀, 常处, 这个处啊, 上面这个处就是, 呃, 这个, 呃, 呃, 蛇, 蛇这个位啊, 也叫常处, 脚处是身处, 脚之, 是这个, 就是, 这个意, 妙得, 盈然啊, 这种的, 作用啊, 非常微妙的, 它的功德啊, 也是, 不可思议的, 盈然, 就好像那个玉啊, 盈然, 透明啊, 那么, 那么光明的样子, 遍周法界, 这个见经也是周边法界的, 圆满诗虚, 它的诗方, 尽虚空界都有的, 并有方说, 你说它这个, 还有什么一定的地方吗? 所谓, 无在无不在, 啊, 它因为没有一个地方, 所以, 它就, 没有, 不是它的地方, 啊, 它是一个全体大用的, 寻夜发现, 世间物质回味因缘其自然性, 皆是, 诗心分别记多, 但有言说, 都诗意, 寻夜发现, 随着啊, 众生这个夜, 而啊, 发现, 它的, 呃, 受用, 世间物质, 这个世间一些个, 全小, 繁复和外道, 有的, 有的, 就迷回, 它是因缘, 有的, 又迷回, 它是自然, 这种的想法呀, 都是诗心, 这个思量的诗心, 分别记多, 这个分别来记多呀, 但有言说, 都无诗意, 它们所能说出这个道理呀, 都不是真实的道理, 都是啊, 呃, 不是第一地, 也不是, 我现在所说这种的, 诗相的理体, 恶难, 诗心, 无缘, 因与六种根臣, 王储, 如今, 变观, 慈慧, 盛重, 用目, 寻力, 其目, 周四, 但如今中, 无别分析, 前面所讲的, 地, 水, 火, 风, 空, 空间, 这是六大, 加上现在这一个十, 这是七大, 这个十, 什么叫十呢? 这个十就是认识, 不认识, 就是这个十, 认识什么呢? 不认识什么呢? 认识的, 什么也不是, 不认识的, 什么都是, 那么认识这个十, 怎么叫认识, 怎么叫不认识? 这个十啊, 就是以了别为一, 了, 就是明了, 别, 就是分别, 怎么说? 啊, 什么都没有认识, 你说你认识个什么? 说我认识张三, 我认识李四, 啊, 我认识啊, 王武, 我认识啊, 赵六, 啊, 你认识他又怎么样子呢? 说我认识和他做朋友, 就因为你和他做朋友, 所以就被你拉去了, 你认识为真了, 你认识为真了, 愿这个假朋友做你的真朋友, 你的真朋友, 你的真朋友就忘了, 啊, 张三李四, 王武赵六, 啊, 就没有一个七, 现在啊, 是, 因为这十就是老七了, 所以啊, 前面, 所讲的那个六, 种的大, 和这个, 七十, 这等于七兄弟一样, 那么可惜啊, 你到外边去认识朋友啊, 把你自己这个七兄弟啊, 都忘了, 啊, 地也不认识了, 是水也不认识了, 火也不认识了, 风也不认识了, 地水火风, 就是啊, 四个不认识了, 还空也不认识了, 啊, 这个箭也不认识了, 啊, 不当你不认识啊, 在恶男呢, 他都不认识, 所以啊, 佛啊, 就不怕麻烦, 这一个一个啊, 都给找出来, 把这七兄弟都给找出来, 这是你真正的骨肉至亲, 你真正的, 你真正的, 法门的眷属, 可是都不认识, 啊, 就挂着, 啊, 张三, 李四, 王五, 赵六, 这些个狐朋狗友, 啊, 把自己的真正的亲兄弟, 都撇在家里了, 啊, 没有认识, 所以我说, 你认识的是什么, 什么也没有认识, 你没有认识的, 那什么都是你的, 是你的, 啊, 这个如来藏里头, 本游的家珍, 本地的风光, 你都把它放弃了, 可是啊, 到外边, 舍本足末, 舍近求远, 跑到外边去啊, 啊, 和人拉拢社会的关系去了, 你说, 这是不是的颠倒, 啊, 啊, 为什么, 跑到外边去, 交狐朋狗友, 啊, 把自己的骨肉至亲, 都不认识, 就因为啊, 认假为真, 认贼做子, 认这个土匪啊, 做儿子去, 认这个, 这个也就是啊, 认土匪做朋友, 啊, 竟在外边呢, 用这个, 实心来用事, 啊, 说那么现在的也是个实心呢, 不错了, 啊, 你真聪明, 嘿, 你比我都聪明, 我现在, 讲经啊, 都不知道它是实心, 你现在, 这一讲, 我就明白了, 我再讲多一点, 哼, 怎么样呢, 这个实心, 在小称的时候, 你因为认假为真的时候, 用这个实心呢, 就有害处, 在你现在明白呀, 什么是假的, 什么是真的, 你呀, 他自己的家里的亲兄弟找着了, 哦, 你现在他就是假的, 这个实心, 啊, 现在变了什么呢, 变了如来藏性了, 这是从如来藏里啊, 现出来的, 你现在呀, 这个, 叫啊, 会相归姓, 以前呢, 你已经着相, 现在呀, 你明白这个自性了, 明白自性, 你再要不舍尽求远, 舍本足末, 任贼作子, 啊, 那你就是有办法了, 你就是个财主了, 啊, 我讲这个说念楞严咒啊, 你要会念楞严咒, 可以呀, 其, 其事啊, 都做好像, 这个, 世界上最有钱的那个人, 啊, 这现在呀, 你要是明白这个佛法了, 现在你就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你明白这个法宝了, 这种法宝你装到你心里, 你说他谁能抢的去, 啊, 不论他是什么暴动, 什么样子, 呃, 打劫的土匪, 他抢不去的, 你这个法宝啊, 在你自己自性里边呢, 在你那个辱来藏, 那个宝库里存着呢, 任何人呢, 没有办法到那去打劫的, 啊, 到那去抢, 你说这多么妙, 所以妙也就在这个地方, 现在你要明白这个佛法了, 你当下就是一个世界最, 最有钱的一个人, 啊, 但是你可暂时不能用, 你不能说是, 呃, 把我这个,呃, 财产动用, 因为你还没有到这个, 继承, 没有到这个继承的年龄, 你等你呀, 什么时候成佛了, 啊, 那这都属于你的了, 现在不过, 在你的名下而已, 你还没有到合法的年龄, 所以呀, 暂时不能动用的, 啊, 实性无缘呢, 这个实啊, 他没有来源的, 啊, 啊, 换一句话说, 就是他没有个肝啊, 说那是, 这什么呢, 因与六种肝臣王出啊, 他呀, 借着, 这眼耳鼻舌身意, 财生香味出法, 这六种的肝臣, 六肝和六臣, 这个王, 这个贱分, 啊, 啊, 这个相分, 而献出来的, 这个相分, 那, 他这个, 所以就有一个贱分, 就有个贱, 如今变观啊, 惡男, 你现在呀, 观察观察, 你普遍的观察观察, 嗯, 观察什么呢, 词汇, 圣众啊, 在这个, 楞严法会里头, 这些个圣众, 圣众啊, 就是有正圣果的, 所以叫圣众, 用目, 寻力, 你用你的眼睛啊, 一个挨着一个, 这么看一看, 这寻力, 啊, 你很刺激的去看, 其目走势啊, 你用你的眼睛啊, 看遍了, 淡入镜中, 无别分析, 你看来看去啊, 看也就像那个镜子里边, 显出来那个影像一样的, 有什么分析呢, 啊, 这就是啊, 这讲那个诗的, 它一个作用, 如是于中, 色地标志, 此诗文书, 此处楼挪, 此目见灵, 此须菩提, 此舍利福, 如是于中, 噩南啊, 如, 你呀, 现在, 你看一看, 这个法会的大众, 四地标志, 你一个一个的, 把它标志出来, 怎么样呢, 此诗文书, 所以这个, 就是文书, 文书实力菩萨, 就是这个妙吉祥菩萨, 这个呢, 就是, 就是, 佛罗诺, 是这个满慈子, 佛罗诺, 弥陀罗尼子, 就是满慈子,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木建连, 就是财鼠士, 这个呢, 又是, 虚菩提, 空生, 这个, 虚菩提, 空生, 你们, 记得, 他怎么叫空生吗, no say paper, no look paper, 怎么叫空生呢, 因为他生的时候啊, 仓库里所有的珠宝啊, 就都空了, 没有了, 没有了, 并不是叫, 被这个, 贼啊, 给偷去了, 啊, 仓库里的珠宝没有了, 回来就, 被贼给偷去了, 也不是, 啊, 这个库房啊, 窗门都封得严严的, 锁一锁的尖尖鼓鼓, 里边的宝贝都没有了, 所以啊, 这就叫空生, 那么过了七天, 这个所有的财宝又都献出来了, 所以又叫善与献, 善与献, 献出来了, 那么, 他的父亲呢, 到那个, 算卦的地方去啊, 可以算一算卦呢, 得的这个卦, 是既善且吉, 又善又好嘛, 又吉祥, 所以又叫善吉, 他有用三个名字, 啊, 应该记得一点, 等回来不知道讲了什么地方, 我还要问, 再问呢, 第二, 这第一次, 呃, 不及格不要, 第二次都要考合格的, 不合格, 就就赶出门外去吧, 再就不准听了, 你得都不注意, 我讲的东西都忘了, 这怎么可以的, 你小心一点, 舍利福, 这个是舍利福, 舍利福啊, 你知道就是谁呢, 就是把他舅舅给, 在他母亲肚子里边呢, 和他舅舅辩论呢, 他舅舅就, 就输了, 啊, 所以他舅舅啊, 就生了一种恐惧性, 哦, 这将来这个外甥, 呃, 一降生出世来的时候, 我做舅舅的, 对外甥一讲辩论, 辩论, 如果不能胜过外甥, 这多丢脸呢, 于是乎就跑, 到印度啊, 周游列国啊, 去小这个至经, 小这个, 种种的至经, 回来想和佛来斗法, 啊, 应, 他的外甥已经出家了, 他想去给, 再抢回来, 啊, 再给药回来, 凭着他这三寸不烂之舌, 到那地方和佛去辩论去, 谁不知, 一个回合也没, 也没有打成呢, 完了就败了, 败了, 把脑袋就输了, 就是他的, 就是他的, 这个, 舍利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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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而出, 此时了之, 此时了之, 这个时啊, 是有个了之性, 聊至分别一切的相, 可是, 这个时的本身, 是生, 在什么地方呢? 有什么地方生出来的呢? 啊, 这个时的母亲又是谁呢? 哦, 微生于箭, 这个箭, 是这个时的母亲, 能看见这个箭, 是时的母亲, 微生于相, 是这个相, 这个有星相, 有色相的东西, 是这个时的母亲呢? 微生虚空, 可是啊, 这个虚空, 是这个时的母亲呢? 啊, 究竟谁是他的母亲呢? 啊, 微无所因, 突然而出, 是他没有母亲, 突然间就生出来了? 啊? 啊, 世界上有没有母亲的东西, 就突然间生出来的吗? 啊, 这个时,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啊, 要如诗经, 生于箭中, 如明暗, 即于彩空, 四种, 四种, 必无, 缘无, 如箭, 箭性尚无, 从何, 发实? 啊, 恶难, 要如, 诗性, 你这个诗的性啊, 体移性, 它的, 这种, 来源, 啊, 生于箭中, 是在箭里头生出来的, 这个箭就是它的母亲, 可是, 我们现在, 在研究研究她这个母亲的问题, 啊, 若无明暗, 假如有没有明暗, 这两种的彩像, 基于彩空, 和这个有性质可见的东西, 和这个虚空, 这四种啊, 四种必无, 没有这四种的因缘, 缘无如箭, 你这个箭也没有, 没有明暗和这个彩空, 你没有箭的, 啊, 那么你箭都没有, 啊, 缘无如箭, 你这个, 呃, 箭性都没有, 箭性上无, 从何发誓, 你这个箭, 你这个母亲都没有了, 你这个儿子从什么地方可以生出来呢, 生儿子要有妈妈, 这个妈妈都没有, 你说这个儿子从什么地方来的, 啊, 你啊, 他两个母亲都没有, 就怎么会生儿子, 啊, 所以啊, 这个识, 不是从箭中生出来的, 若如诗性, 生于相主, 不从箭生, 既不箭明, 亦不箭暗, 明暗不主, 既无彩空, 彼像上无, 实从何发, 你要说, 假设你这个实性啊, 生于相中, 这个有个形象里头生出来的这个实, 不从箭生, 不是从啊, 这个箭生出来的, 啊, 好了, 你说, 从相生出来的, 就算从相生出来的, 啊, 就算从相生出来的, 不从现生, 既不见明, 亦不见暗, 也看不见这个明子, 也看不见暗子, 哦, 是这样子, 明的也没有, 暗的也没有, 明暗不主, 看不见明暗, 既无少空, 明暗没有了, 也没有有心才, 也没有一个空, 彼像上无, 实从何发, 啊, 那个相都没有, 这个相的妈妈也没有, 你这个实的儿子, 从什么地方生出来, 啊, 你说了, 绕生于空, 飞相飞见, 飞见无变, 自不能知, 明暗骰空, 飞相, 灭圆, 见闻脚之, 无处安立, 你要说这个实啊, 生于空, 也不生于像了, 也不生于见了, 生于空了, 好, 就算你生于空,啊, 社会, 你说这个, 实的妈妈就是空, 啊, 啊, 飞相, 飞见, 也没有像, 也没有一个见, 飞见无辨, 辨别, 啊, 没有像, 就没有辨别, 没有什么辨别, 啊, 自不能知, 没有辨别, 根本就不知道, 明暗骰空, 明和这个暗, 和这个有骰相的, 和这空, 飞向, 灭圆, 没有像, 这个圆, 也灭了, 什么都没有了, 见闻脚之, 无处安立, 见闻脚之, 他没有这个金盘, 给他安立上, 那么既然没有见闻脚之, 你这个实又在什么地方来, 也是没有母亲, 根本就没有, 这个儿子生出来, 这个儿子生出来, 所以在这个, 油相的上, 也不对, 在这空上, 也不对, 这个骰相两种, 啊, 你能看见的, 也没有实生出来, 你们看不见的, 更你什么都看不见, 分别都没有, 怎么会有实呢? 所以啊, 出此而非, 空在同屋, 你要是空, 你说空, 从空生出, 空就是没有嘛, 没有, 你怎么又会, 跑出一个石来呢? 油非同屋, 你说要有, 从油生出来, 又不是像那屋那样子, 你又看不见, 那么你说这是个什么? 啊, 有非同屋, 中发如实, 纵然在这个里头啊, 你发生你这个石, 如何分别? 你怎么样分别出来, 你知道你有石呢? 啊, 如何分别? 你怎么样想法, 你怎么分别吧? 你讲啊, 要无所焉, 突然而出, 何不日中, 别时明月? 啊, 啊, 这个石啊, 它是突然出来的, 要无所因, 什么因, 你因为也没有, 而就是啊, 它突然间就出生了, 突然而出, 何不日中, 别时明月? 你怎么不在白天里头, 你再看见一个月, 明月呢? 在太阳正中的时候, 你看见明月呢? 啊, 那它明月怎么不会突然出来呢? 明月既然不会突然出来, 你也, 你这个石也不会在日间, 就看见明月, 那你说它突然间会出来, 这也是错误的, 啊, 也不对的, 呀, 佛的皆是不讲道理, 根本没有这个理由, 他立这个理由来, 来问恶男, 把恶男呢, 也搞得, 嗯, 不知道怎么样好了, 如刚, 细祥, 微细祥神, 见死, 见脱如径, 向腿前径, 可壮成有, 不相从无, 若是十元, 因何所处? 若男呢, 你呀, 现在, 在细祥啊, 如更细祥啊, 微细祥神啊, 在那个极微极细的那个地方啊, 你再详细来审查审查, 看一看, 找一找, 你这个见脱如经, 见呢, 寄托在你眼睛上, 向推前径, 这有形象呢, 是在你眼睛前面, 这是一种沉静, 可壮成有, 有形状呢, 这就叫有, 可有形状可壮的, 可有壮貌的, 这成有, 不相成无, 没有形象呢, 这就叫没有, 入世, 十元, 你这个, 十的, 这种因缘, 因何所出, 从什么地方来的, 啊, 十当, 建成, 配合, 配合, 文听, 文听, 较之, 一口, 若是, 不应, 十元, 无从, 自出, 十动, 建成, 嗯, 这个十啊, 它是有分别的, 有分别的, 它的, 这种体移性是个动物, 建, 建, 这是看见, 这是见, 而啊, 它这个性, 啊, 是, 成情的, 是浮动的, 非合, 非合, 所以, 你要说是, 它能合合, 这也是不可以的, 文听, 较之, 这种啊, 文性, 和听, 较, 这种较之性, 以复入世, 也呢, 都是, 像, 上边, 所说的, 这个道理, 不是合合的, 不应, 十元, 无从, 自出, 那么那个, 十元啊, 既然, 没有人, 和它合合, 可是啊, 它不应该, 这种十元呢, 不应该, 也没有所来的地方, 它自己就出来, 自己就生出来, 也就是啊, 它没有, 一个母亲, 怎么就会生出这个小孩子呢? 也是这个道理, 让出自尸心, 本物所从, 当之了别, 见温 嚼之, 圆满, 湛然, 性非, 从所 间别虚空 地水火风 君名其大 姓真 远较 皆如来葬 本无生灭 然后此诗心 假设这个 了别这个诗心 分别这个诗心 本无所从 他 根本就没有 所从来的地方 无所从来 当之了别 你应该要知道 这种了别的心 见蚊脚之 和这个见蚊脚 蚊脚 嗅脚之脚 见蚊秀 长脚之 这种的知脚啊 圆满 湛然 都是圆满 湛然 很 情境的 性非 从所 这个性啊 他这个本性 都不是啊 有什么地方啊 从有所从来 和到什么地方去 肩比虚空啊 在肩的 这个虚空 避水火风 我和这个见 君明其道 这样是 其七种的道 性真 圆永 这种兴趣的 真正 性 这个真性啊 是圆永不变的 接入来藏 它是啊 从乳来藏 那生出来的 本无生灭 所以 就不生不灭 恶难 如心 粗福 不悟 见闻 发明了之 本如来藏 如应 观子 六处 实行 为同 为 为 为 空 为 有 为非 同 意 为 非 空 有 恶难 如心 粗 福 我 又宅怪 恶难 说你的心 太粗了 太 佛了 粗 就是不细 粗 是对 粗而言粗 就是啊 它不仔细啊 考虑一下 也不仔细啊 来啊 看一看 来研究啊 一研究 所以啊 就很粗心 粗心大意 粗心大意啊 这个意思啊 就是做事情啊 太荒唐了 荒唐 慌慌张张的 马马虎虎的 福 福就是啊 福起来 潜伏 就是啊 往上福 就是不深 福心呢 就不是身心 恶难不说 讲此身心奉尘 差呢 实在名为 报福恩 那么现在 他福 福心 这个福心 就是 不深的 最延期啊 什么事情 不太注意 不见闻 你啊 不明白 这个见闻 秀 长 脚之 这种呢 性能 也啊 呃 不 明白啊 这个 所讲的 这个地水火风空剑呢 这种种的道理 发明了之啊 这个发明 而了之 这种的 功用 反乳来藏 它是在乳来藏里 的作用 如应观辞啊 你恶难啊 现在你应当啊 看一看 这个 什么呢 看看这六处十心 这个六处十心呢 就是讲的 那个地水火风空剑 这六处啊 这六种的十心 微同为义 是一样 反是不一样 啊 微空 微有 是空的呢 反是有的呢 微非同义 是啊 不是 它一样 不是同样的 啊 又不是呢 不同样的 微非空有 又不是啊 空 又不是有 你说这个 这个六种啊 的十 你说这个十是个十 什么样子的 啊 如愿不知 无来藏中 性实 明知 九明 真实 妙九 湛然 遍周 法界 你呀 恶难 你不知道 在这个六来藏里边呢 这性实 明知 这个性 是 性的 实啊 性具的实 它是光明而角悟的 角明真实 这种啊 角悟而又光明 这种真正的实 妙角 不可思议这种呢 角体 这种角悟的 这个体 湛然 它 是清静 而湛然的 遍周 法界 这个湛然呢 和前面那个清静 本然 那个意思 就是 妙角 湛然的 和前面那个意思 都是 相同的 寒吐 诗虚 宁有 方所 这种呢 这个诗啊 寒吐 诗虚 寒 就是包含 兔 又是啊 嗯 就是流露 嗯 包含 而流露 到啊 诗方 这个虚空 里边都有这个诗 因为有方所 那么他 其能有一定的方向 和所在地呢 随意 随意发现 世间无知 回味因缘 其自然性 皆使世心 分别忌惑 但有言说 都无事业 这随顺到啊 众生这个业感 而发现 这种种的 这个 报 那么世间呢 无知的人 就是 外道的 和 全秤的 小秤人 和这个 凡夫 这些个 无知的人 没有智慧的人 回味因缘的 他就啊 怀疑 这种的道理 是因缘了 迷糊 他认不清楚 因为啊 这种道理 是因缘的 其自然性 和这个 一种自然的 那个外道 所讲的 那个自然性 皆是实行的 这个 完全是一种 实行 实 分别的实行 分别 忌惑 啊 在这个 分别和忌惑 啊 这种的作用 当然有言说 都实意 但是啊 有所言说的 啊 这种啊 因缘自然呢 这个道理 有所言说的 都实意 没有实在的 这个意思 没有实在的道理 而实恶难 记住大众 蒙佛如来 微妙开失 而实 就当儿之实 就是啊 说完了 这个 奇大 这个时候 恶难 基督大众 即在啊 这个法会 这个大菩萨 摩合萨 大厄罗汉 这无漏 圣众 大敌秋僧 当儿 就在这会 蒙佛如来 成蒙啊 佛 如来 微妙开失 这种啊 最微妙的 最不可思议的 这种境界 这种的道理 这种的法 来啊 开示给大众 身心荡然 得无挂暗 世主大众 各个自知 心便是方 见是方空 入关 手中 所持 业获 这些个大众 得到 世尊的 可微妙的 开示 顺心荡然 这个身 和这个心 和荡然 咱们叫荡然 本来呀 荡然呢 就什么也没有了 空了 就好像啊 用那个水啊 把这个尘垢都洗去了 这现在啊 就剩 这个光明的佛性了 所以啊 就荡然 荡然 无存 什么也没有了 啊 什么都空了 内无身心 外无世界 内里边身心也没有了 外边世界也空了 啊 正到这个境界上 这就荡然了 荡然 什么都 都没有了 那么为什么没有荡然呢 就因为我们那里头啊 还执着 我们这个身 哦 谁要说我一句 当他们就生烦恼了 谁要啊 对我 淹沙有一点 不好 这样 就放不下 随时就放不下 也就没有荡然 Demons Demons 靠 德物挂爱 因为他荡然了 所以就不挂爱了 不挂 啊 就不挂这个身心了 内无身心 外无事 你看 所以也就不挂爱了 为什么你挂爱 啊 好像 啊 这个Loney 有个男朋友在越南 一天到晚挂着男朋友 呃 有没有信来 啊 或者有忙的偷闲 也要写封信给男朋友 这都是挂爱嘛 这就是挂爱 为什么要这样子 就因为没有身心当然 啊 有所挂爱 所以就放不下 啊 I say you you have that friend in in 越南 啊 every day thinking 啊 have male coming 啊 啊 every time like Willy Beach make male to to your friend 啊 这就是啊 有挂爱 你要无挂爱啊 你挂着他也有什么益处 你说 啊 你天天系着他 系着他啊 把你头发都白了 眼睛都花了 啊 很快就老了 没有什么益处 我现在什么也不挂 啊 所以我以前头发都白了 修修庙修的头发都白了 现在又都变成黑的 就因为什么也不挂 啊 我现在给你们讲经啊 就是讲经 讲完经啊 看看书啊 我也不用心 就这么看过去就算了 不怎么样啊 用这种指招心 有什么困难的问题 当时啊 想法子把它办 办过去也就不管了 就忘了 啊 不是故意忘 他自然就不想他了 为什么呢 你就把一切看得重要 啊 这个事情啊 villy imperfection 啊 怎么放不下了 你看什么事情都 没什么关系 啊 什么事情都 都很平常的 很平常的 不要紧 什么事情也没有了 啊 泰山崩险而不惊 你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有什么大的灾难 甚至这个 房子倒了 嗯 不管他 你呢 也不管他 他就倒了 也 对你们很 不会有损伤的 为什么也对你有损伤 就因为你放不下 你挂着 你害怕 你害怕所以就有损伤 你要不害怕 你那个灵性呢 是完整的 在什么地方也不要紧 啊 世诸大众啊 各个自知 每一个人都知道 啊 我们现在这些个大众不知道 知道不知道呢 啊 心变十方 这个心呢 周变法界的 是变满十方的 哦 见十方空 见到十方啊 就是虚空 啊 你看见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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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呢 十方虚空啊 并不大 有多大呢 就像啊 在掌上拿这个 业务似的 啊 所持业务 入关手中所持业务 就像啊 看 小里头 所持这个业务 业 这个业 这个 他注解说是备业 这个业不一定是备业 或者树叶 或者花叶 或者什么叶都可以的 啊 总而言之 你手上拿一个叶子就是了 这是个比喻 也并不是实在的 误 误 误是什么呢 你说是 奈摩罗果 奈摩罗果啊 硬都有 那么中文没有那些东西 奈摩罗果 总而言之啊 在这个时候 这个法会大众啊 他 他 领悟到这个 师方的 这个世界虚空啊 这种的理啊 这种的 警戒 都是在自己的心里呢 没出现前的一念心 所以这个心法就是妙的 心法是最妙的 他 哦 金虚空变法界 没有一个地方 他不是的 啊 那么 因为啊 这个心是这样大 所以啊 缩大微小 啊 你看的 师方虚空 也和看自己长上的东西 一样那么清楚 啊 一样那么清楚 这是为什么呢 我要再告诉你们 这时候啊 这个法会大众啊 都得到天眼通了 都得到啊 智慧眼力啊 所以啊 他能领料到这种警戒 啊 领料到啊 万法微信 心心包万法 这心呢 心包时虚啊 寒吐时虚是什么 就是啊 这个真心 我们这个真心呢 寒吐时虚啊 你有方说 你有方说 它是禁虚空变法界 你说它 是在什么地方 它是无在无不在的 所以啊 心 包万法 万法 也是唯心 万法都是从心生出来的 啊 诸法从心生 诸法从心灭 啊 心生种种法生 心灭种种法灭 所以你这个 呃 真心呢 它是不生灭的 所以这个法 也就是不生灭的 啊 你说啊 你说啊 这个法会的大众 都开了物 我们讲经讲到这个地方 你说啊 我们要不开物 是不是应该生忏悔心 啊 不是啊 和你们讲笑话 现在要你们开物的 谁再不开物啊 看见我这个没有 要咋的 这应 应要 逼着你们开物 谁不开物 我就不客气了 一切世间 诸所有物 皆 即菩提 妙明 原行 我还有一句 你还没给我翻译出来 我问问大家 这个 当时法会啊 每一个人都知道啊 这个心变十方 见十方空了 咱们现在这个法会 有没有见到十方空的 啊 一切世间 在当时啊 这些个法会的大众啊 教得啊 他因为看见十方空啊 好像 手中所拿的这个 呃 业务一样 那么 又教得一切世间呢 所有 诸所有物 所有的一切的 东西 接济 菩提 都是啊 这个菩提 妙明原行的 都是这个菩提心里头的东西 啊 心 经 便 缘 韩 火 释放 韩火释放 这个心 就是这个菩提心 便缘的 心经 便缘的 这个菩提心 这种微妙的 道理啊 便缘的 没有一个地方不缘的 啊 一点缺陷也没有 所以叫便缘 无欠 无欠无余 也不会多一点 你要多了一点 也不算缘 也不会少一点 少了一点也不算缘了 就应该有这么多 就是这么多 所以随众生心应所知量 啊 这就变缘 啊 这就变缘 韩果 十方啊 这个字读果 果呀 就是包果 啊 韩呢 就包含 果呀 就把它包起来 怎么叫果呢 中国人呢 叫包果 嗯 好像那个那个行李 那个旅行带 那个 在中国人叫包 包果 这就是这个果 啊 你把它用 中国有那四方布啊 把东西包在这四方布里头 嗯 结几个嘎的 这就叫果 包果 好像那个 嗯 那个 谁给你寄来的东西 嗯 啊 大的 这也叫包果 这是这个果 这个 心呢 韩果 十方 啊 这个十方啊 不过也是个名称 根本呢 就是 呃 不止十方 嗯 这是便一切处 凡观父母所生之身 有比 十方虚空之中 春意微臣 绕存绕王 凡观呢 嗯 以前呢 他是像外观的 像外观呢 看不着自己的眼睛 这回啊 凡观 凡观呢 大家是看了看见自己的眼睛 为什么看见自己眼睛啊 佛说是自己的眼睛看不见自己的见 看不见自己的面 现在怎么又看见自己眼睛呢 因为他有天眼 有这个天眼呢 你不单可以往外看 又可以往里看 啊 你这个身体啊 一看你这身体就像玻璃 就像这个玻璃杯一样 这玻璃杯里头啊 这这个水是有眼睛的 看得见 你要得天眼通啊 或者智慧眼佛眼呢 你这身里头啊 哪一部分有什么东西都可以看得见 啊 有什么毛病也可以看得见 有什么这个气血不流通 都可以看得见的 所以外边也可以看 里边也可以看的 按当时这些个大众啊 看释放入观掌上 又看自己的肚皮 看自己的里边 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身体 也和释放虚空那么一样的大 说是呢 怎么又说父母这个身 也是像一粒微尘呢 我现在所说这个身呢 是个法身 这个法身呢 和释放虚空一样大的 这个肉身呢 是这个豹身 这个豹身呢 就好像在释放虚空里头啊 那么一粒微尘那么多 你说这少到几 少到 少到 是不是少到几点了呢 所以说 反观父母所称之身 反观父母给这个 给这个不干净的身体 所生之身 啊 有比释放虚空之中 有啊 就好像啊 有之虎啊 好像这个比 就那个释放虚空之中 在那虚空里边 吹一微尘 吹起来那么一粒的微尘 啊 要存 要亡 啊 忽然 就好像存的 又好像要亡了 啊 就好像这个灯 要灭 它又没灭 没灭 它又又又 没有多少光 啊 所以啊 这个生灭的身 是啊 终究会啊 亡的 啊 现在虽然存的呢 将来一定会亡的 这绕存绕亡 那么 又是 好像存在的 又好像不存在 这也是这个生灭 这个生灭 也渺小的不得了 所以啊 每一个人呢 你不要被你这个假 假的父母这个 很不洁净的 不清净的这个身体呀 你那么样啊 只招他 那么样贪招他 那么样贪爱这个身体 啊 放不下这个身体 对这个身体 哦 看的不知其宝贵了 实际上啊 哎 我有个弟子讲 你说傻瓜 真是傻瓜 这真是傻瓜 把自己的身体放不下 那就是最大的傻瓜 谁放不下这个身体 谁就是傻瓜 谁愿意做傻瓜 就放不下 不愿意做傻瓜 就把这个身体放下他 you know 你把这个身体放不下这个身体放不下这个身体放不下这个身体 无,那么泡,水泡的样子,起灭无虫,啊,也不能起,也不能灭,起灭无虫,你说它从什么时候起来的又灭到什么时候去呢,也是无虫,了然自知啊,啊,每一个人呢,都非常的了然自知, 怀本妙心,那么都得到啊,这本来固有的那个妙明的心,本妙明心,常住不灭,它是啊,不生不灭的,永远常住而没有生灭的。